防疫消毒車在街道上來回清宵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機動疫情延燒又新增12例確診 分別是小吃店接觸者 警局 二姓中學以及海洋大學 足跡也公布了健身房 餐廳 銀行 KTV 其中一員還曾經到八度火車站搭區間車 截至三十八新增12名確診 目前基隆這一次群聚案已經累計39例 四人是小吃店相關接觸者 兩人是警局行政人員 六人是二姓高中學生 其中四例和小吃店有關 是一名海洋大學的老師 他和太太曾經到小吃店染疫 匡列曾接觸過的朋友和學生 有兩人因此確診 那有一位老師確診 那另外有一位學生PCR檢測是陽性 所以學校在今天也就是3月28號的早上 就已經開了緊急的防疫會議 那依照防疫的規定呢 我們決定今天3月28號全校停課一天 然後由明天3月29號開始到4月10號 全校進行線上教學 因此現在基隆市衛生局再度啟動擴大篩檢 不僅有快篩站進駐 這回接下來的任務是2000人的大型裁檢 另外也將再征售兩個篩檢站 從28號下午開始 分別在暖暖定祥里風雨球場和基隆火車站南站廣場 只要民眾有疑慮 足跡重疊就趕快出來接受PCR 眼看疫情漸漸守住 但現在又面臨另一種變異株席卷而來 雖然目前看起來傳播鏈都能串起來 源頭還沒找到 防疫真的沒有鬆懈的本錢 TVBS新聞劉欣奎黃靜芬機動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XT GOortomi